一名高雄國小老師 死後變成廟裡的神仙 現代風神榜的故事 帶你一塊來了解 張老師的時候 就有請到聖母說 你現在去廟的時候 重點一個禮 吃飯一個十三主公 倒邊是要給他什麼神 現在都說金雞補給老小 但不管怎麼問 就是得不到答案 張老師還是繼續為了蓋廟 不分日夜親自監工 最後積勞成績一併不起 那種茶的時候 那個葡萄店就跟我們說 跟我們說這茶要買很奇怪 他說 九月九號要開補 之前都拚媽拚長在說 等下九月九號要開補的時候 給他扶梨 我說扶什麼梨 他說扶中富萬歲 客客就叫聖宗老師了 因為他們生前 都是替神明工作這樣子 那麼所以大家就覺得 跟這個神壇有關係的人 他們覺得可能他有功 他可以封神 我們本來分祖先封 分神分鬼這樣子的分類方式 已經被這個現在的神壇 的指示可以說給打破了 但是周師母坦言 面對夫婿成為媽祖的左戶法 起初很難接受 一個家庭還有這間廟 那這間廟 打破擊就好 你就趕我回去 甚至外面 外面的人也請說 主廚的人倒了 這間廟蓋不起來 那時候我也想到很感染 可能不知道要怎麼 旁邊沒有人說話 就馬上漏漏漏 這樣 隔天還要到沒有 同樣不能接受的 還有這一群 鍾老師在奇經國小的同事 和學生 現在個個都成為 中府元帥的信徒 想起過去鍾老師 在學校的種種 大家盡是感動 阿比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 晚上七點半 台灣打搜索頻道 大家好不見不散